什么奇怪的鳖竟然有个高高突起的背 南投一名钓鱼达人 在朋友的私人鱼池钓到了这只鳖 奇怪的样子让人不敢置信 电影漫画有忍者龟 鱼池里出现骆驼鳖鳖 也让人想到布袋戏的壁雕 它的背甲上还有个圆洞 似乎随着呼吸在起伏 鱼池是引用灌溉水注满 当初有放入一些鱼 鱼池的主人后来比较忙碌 没有时间管理 多年来自然发展 最近找了钓鱼达人来看看 竟然发现了这只怪鳖 这是大家熟悉鳖的样子 背上有甲壳俗称甲鱼 甲壳稍稍凸起接近平坦 私人鱼池里的这一只 却像背了一颗球一般 实在奇怪 学者看过影片推测 应该是畸形变异 鳖壳破洞里面包覆的 应该是肺 之前也没看过这样的鳖 与此主人跟多名朋友讨论 认为鳖形鳖 可能在引进水流 还是小鳖的时候 就被带入池中了 因为池里有鳖的食物 自然成长 这只鳖长得怪异特别 有朋友要出高价购买 不过主人最后仍然决定 让它回到池中 顺其自然 TBS新闻 陈家贵无数评 南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